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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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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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就发生在孔子出生以前七八十年 他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当时的文化氛围 他就说明当时的贵族依然是以诗书为主要的教养 从西州到东州 官办教育主要就是交给贵族子弟诗书礼乐 所谓诗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书面知识 有了诗书的教育 学过诗书之后 贵族子弟就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 知道周广朝是怎么来的 怎么建立的 那么有了诗书的教导 他就能够深知一个国家兴衰的背后的深层原因 他就有治国的经验 而礼乐呢 不同于诗书 礼乐相当于是实践课 通过礼仪的训练和音乐的熏陶 就把诗书所教给的这些知识 内化为一个贵族 他的行为习惯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操 所以有了诗书礼乐的综合教育 就从书面到实践 立体地把一个人 把他培养塑造起来了 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当时就被人们称为君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个人只要诗书礼乐学得好 人们就认为他可以当元帅 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戏胡 那就是说这就是当时贵族教育普遍要接受的主要内容啊 我们大家去看国语 看左传 看史记 西州 东州的很多贵族政治家 他说话的文采 他决策的质量 有很多是非常高的 事情发展到孔子生活的时代 有了重大的变化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就是到孔子这时候 很多古老的贵族世家 不像以前那么重视教育了 很多贵族子弟开始不学武术 这就使得原本在西州以来 比较完善的贵族教育 他的体系到孔子时代 迅速的就瓦解了 在论语当中 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太师制是齐 亚饭干是储 三饭聊是菜 四饭缺是秦 古方书入于河 郭桃武入于汉 邵师阳 姬庆乡入于海 用七句话 讲了八个人的去向 他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说的就是 鲁国音乐人才的流失情况 他说呀 太师制跑到齐国去了 亚饭干跑到楚国去了 三饭聊去了菜国 四饭缺去了秦国 这些人都是鲁国官方的乐师 太师是鲁国音乐机构的长官 当时的天子一天四顿饭 而每一顿饭呢 天子诸侯 他都是有人配乐伴奏的 所以呢 根据他们的职务 根据他们承担的工作 给他们取的职称叫亚饭 三饭 四饭 这些人呢 分别去了不同的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乐师 还不光是负责给天子 诸侯吃饭的时候 奏乐助兴这么简单 他们同时呢 也负责掌管着 国家的音乐教育 那么也就是礼乐的教育 那样他们教唱歌 教音乐的时候 就不但需要有乐曲 还需要有歌词啊 他们教的歌词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后来的诗经 可是大家看 到了孔子晚年这个时候 这些国家音乐机构当中的教师 已经在本国生活不下去了 由于环境的挤压 他们边缘化了 失业了 不得不跑到外国去讨生活 从孔子以前几十年 精通诗书礼乐 就足以当元帅 到孔子晚年的时候 发展到教师书礼乐的教师 都没有办法生活 都自己自身难保 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本的官方教育机构中的教师 这个时候风流云散 这种现象正代表了西州以来 教育制度 教育体系的瓦解 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恰恰就是孔子的教育活动 他的文化创造展开的基础 太师制是其 亚饭干是楚 三饭聊是菜 四饭缺是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晚年的孔子 掰着手指头 向自己的学生解释 给他们讲 这些自己年轻的时候 曾经欣赏过 曾经向他们学习过的 优秀的乐师 都到哪儿去了的时候 他的内心当中 一定是充满了遗憾和感慨的 在孔子生活的东周时代 由于周王室日渐衰微 诸侯纷争不断 导致长久以来形成的 以诗书礼乐为主体的教育体系 逐渐瓦解 当时人们对于诗书的重视程度 也开始减弱 如此的现实情况 让孔子感到忧心忡忡 为了实现自己恢复周理 推行礼乐的理想 孔子决心 重塑诗书礼乐的经典地位 那么 作为既往开来的一代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 孔子究竟对先秦诗歌 进行了怎样的整理修订 他又将如何把诗书文化 传播于广大民众呢 到了公元前484年 孔子68岁 他结束了周游列国的漫长旅程 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个时候 他就做一个决定 他做了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就把诗的文本 也就是太师们 所教的那些 国家的教育礼仪场合的这些歌词 把它聚拢到一起收集起来 非常的多 他把它收集到一起 进行整理教定 看里面有没有错误 把错误改定好 看里面有重复的 不重要的把它删掉 就这样 去出取经 最后留下精华的305首 后代的人呢 把它称之为诗三百 也就是我们今天 还在研究 还在流传 我们还在阅读习诵的诗经 孔子呢 不但教定了诗经的文本 还继承了乐师们的工作 修订了 教定了 每一首诗的配乐的乐谱 使这些诗 又能够合着管弦 配乐演唱 孔子呢 这样也就接下了 乐师们手中的接力棒 用诗书礼乐 来继续教育自己的年轻弟子 所不同的是 过去的乐师们 他们属于国家的工作人员 他们所进行的是公立教育 官办教育 到了孔子这儿 他是在民间 他是私立教育 民办教育 与之相应的变化是 过去的官办教育 只接受贵族子弟 而孔子的民办教育 则敞开大门 凡是有学习意愿 有读书天分的子弟 不管什么出身 什么阶层 都可以来学习 所以孔子的教育事业 具有既往开来的色彩 他一方面继承了诗书 这样的西周文化的精华 同时呢 他有面向民间 把他更广泛的推了出去 那么使他有了更多的读者 更多的受众 孔子对诗教是非常重视的 孔子对自己的学生 非常强调学诗 学生里有学得好的 孔子也常常表彰 非常推崇 比如说在论语当中 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叫做南荣三富百贵 南荣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他呀就是诗经学得不错 他呢尤其是对诗经中的一句诗 非常有体会 有很深的心得 所以他动不动自己就念诵 起来了 这句诗就是 白龟之殿上可磨也 思言之殿不可为也 什么意思呢 这个龟是一种玉器 而且是高规格的礼器 白龟呢是用纯白玉 做成的龟 非常精美 非常好 可是呢在白龟上 竟然有一个瑕疵 有这么一个斑点 这就让人比较遗憾了 但是呢 这首诗告诉你 白龟之殿尚可磨也 说白龟上有一个斑点 这个事儿不是不可改变的 你只要肯花功夫 你把它打磨打磨 其实是能去掉的 尽管它比较费劲 那么它要反衬的是 下面的这句话 叫做思言之殿不可为也 它说白龟有毛病 你可以磨它 可是说出去的话 要是有毛病 可就来不及了 可就不能像白龟一样打磨了 它说的意思就是 话你一旦说出口 传到别人耳朵里去 别人转身再传给他人 一传十 十传百 就在别人头脑中留下印象了 等到过后你再说 我这句话说错了 我要收回从说 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错误的印象 已经造成了影响 所以说错了话 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的 这句话就是教育人要慎重 要慎言 而南荣这个学生呢 就对这句话是深有感触 所以他没事了 他就要念 所以说这叫南荣三富白归 三富呢也不是三次重复 就是多次的重复 他念到念到时间长了 孔子就注意到了 他觉得这个孩子不错呀 于是他果断出手 就把这孩子介绍给自己的侄女 这就论语里说的那句 南荣三富白归 孔子以其胸之子弃之 在古代不管男孩女孩都可以成为子 所以说这个侄女叫胸之子 弃之就是嫁给他当妻子 孔子认为呢 一个人如果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他非常认同 说明这个年轻人的性格 已经非常成熟稳重了 她是一个不容易遭灾惹祸的人 那么对于一个 那个时代的女孩子来说 这个是非常可以 依靠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那么这个故事 也就生动的向我们显示了 诗经对人良好人品的陶冶作用 就这样 在孔子的积极推广下 曾经在官方的教育当中 渐渐衰落的诗教 又在民间兴起了 孔子的弟子 他的后学 就成为了传播诗经的主力 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 这个诗经的版本 据说就来自孔子弟子子下的传承 所以在中国诗教传统的 电力过程中 在诗歌传统的发展中 孔子功不可没 那么借着诗经的传播 西周以来丰富多彩的历史大事 周代人民的生活风俗 也就生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 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 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那个时代的 生动的史料 在孔子及其弟子的大力推动之下 诗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奇言诵 诗经温柔敏 诗经温柔敦厚的教化 也如和风细雨 滋润了后世无数文人世子的心田 逃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诗性灵魂 那么诗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价值 过停之训的背后 又蕴含了孔子对子女怎样的良苦用心呢 孔子特别地重视诗教 他不断地积极鼓励弟子们学诗 他强调诗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他说年轻人 你们有时间何不多学习学习诗经呢 学诗的好处太多了 他说诗可以性 一个人性质低落 没有活力 这不行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念念诗 所以诗它有这样一种调动情绪 激发正能量 激发一个人的活力的作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孔子说诗不但可以性 诗还可以观 诗里唱着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民风民俗 各种各样的世间人物 所以我们通过诗 能够更多地了解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社会 了解人性本身 所以它有一个认识作用 这叫诗可以观 诗呢 还可以群 群就是达成一个群体的和谐 能够实现增进沟通 增进感情的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诗还可以怨 如果心情不好 如果对某一件事有想法 有意见 那么可以通过念一念诗 唱一唱歌 把你的意见 曲折地表现出来 同时呢 这样也把不良的情绪 宣泄出来了 它避免激化矛盾 这四点后来就合成了 这样一个成语 叫性观群愿 它就说出了诗 这种文体的社会功能 因此呢 孔子就说 你看诗的作用太大了 你耳之是父 远之是君 都离不了诗啊 翻译过来就是说 往近了说 你在家庭当中 跟父母相处 往远了说 你到社会上 跟上级相处 都离不开诗的作用 那么因为诗 它一方面可以 调节人的性情 让你平和 一方面它塑造你的价值观 让你忠厚 所以它不管在家庭内部 还是到社会上去活动 诗都会对你有帮助 而且呢 孔子说 假如就算这些都不算 那么诗里还有很多知识啊 他说诗还可以让你 多诗与鸟兽草木之名 什么意思呢 诗经这部书里面 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生物 再加上诗经里 还有各种工具 农具 车马 建筑 各方面的描写 各方面的知识 综合的保留在诗经当中 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 古代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啊 所以在那个书籍有限 知识有限的情况下 背诵这样一个文本 它就等于是文理 工艺各种知识综合在里面 你都能够得到 所以它是非常宝贵的 因此孔子就特别鼓励弟子们学诗 当时孔门有一个弟子叫做陈刚 他这个名字这个炕字 那么当时呢读作刚 他呀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怀疑孔子 他觉得老师会不会留一手不交给我们 而悄悄地回家交给他自己的儿子呢 所以有一天他刚好 这个孔子的儿子孔礼 被陈刚摆个正着 他就摆住他就问 他说子义有义文乎 那个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从老师那儿 听说什么特殊的东西啊 老师没跟我们说过的 孔礼是一个老实人呢 孔礼就老老实实地回答 未有也 我没学过什么特殊的东西 那么他给陈刚就举了两个例子 自己跟父亲怎么相处的 他说有一天呢 老爷子站在庭院里面 我呢就趋而过庭 趋而过庭就是小跑着经过庭院的 他为什么要小跑着呢 这是古代的礼法 在古代呢 地位越高的人走路越慢 地位越低的人走路越快 就是说下级晚辈 在上级长辈面前 那么要表示恭敬 所以他一路小跑着 这是他表示尊重 所以他看到父亲在庭院里 他就小跑着经过 被孔子逮住了 说别走 孔子就问了他一句话 说学师乎 你诗经学了吗 孔礼一听只好立正回答 还没呢 孔子一听就说 你不学诗 无以言 那个意思是说 你不学学诗经 你就不会说话 因为诗经呢 训练一个人说话文雅 孔礼听了之后 很听话 立即开始努力学诗 孔礼说又有一次 老爷子又在院里站着 我又驱而过停 又被父亲叫住了 又问你学理乎 学理了吗 孔礼又回答 还没 老爷子又说 你不学理 无以理 一个人学理 他的礼貌 他的为人处事 得到训练 他行走社会 那么才容易和别人打交道 不学理 不经过这样的训练 难以在社会上立身 那没得说 孔礼又回去好好学理 讲完了这个事 陈刚一听大喜 第一 他发现 果然诗和礼是好东西 应该好好学 第二 他更发现 原来老师确实不偏心 对儿子 对学生 一视同仁 老师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那么从这个故事里 后来就流传下来两个成语 一个叫 过庭之训 他讲的是父母 所给予子女的教育 一个叫 诗里传家 他讲的是 传统的中国文化家庭 能够给予子女的优良教育 孔子也就是这样 把诗的种子 深深地埋进了中华民族的 记忆深处 使它成为了一种传统 此后我们的民族 尽管也经历了很多风雨 但是我们依然在艰辛当中 诗意的生存 我们依然 诗意的面对各种挑战 我们依然 诗意的思考着 我们的生存本身 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 诗经为后世 开启了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 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以其鸡者歌旗时 老者歌旗式的质朴情感 在中华文明的文化沃土上 埋下了一颗诗意的种子 传承千载的郎郎诵诗声 自此而始 同时 几乎与诗经同一时期 在南方的金楚大地上 还流行着另一种 特点鲜明的诗歌种类 很多学者认为 他的成就足以与诗经相提并论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开创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先河 那么 这种流行于金楚地区的诗歌 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 在孔子难有储地的过程中 又有着怎样的奇遇呢 请继续收看 千载郎郎诵诗声 传统认为呢 诗经经过孔子的整理 也就基本的定稿了 他集中保留了周代官方的典礼歌曲 以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民歌 南方的民歌不是没有 但是在诗经中比较少 又过了几年 孔子逝世了 历史也进入了战国时代 到了战国时代 由于缺乏系统的收集整理 所以战国时代的诗歌创作 就显得零零星星 在我们后代人看来 回看那个时代 觉得春秋时代 以及西州时代 诗歌很多 很集中 而战国时代 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其实也不一定 那个时代的人不作诗了 而是因为缺少了 西州东州时代 那样一种整理 搜集民歌的制度 和缺少了孔子 这样大学者的整理 只要有复杂的社会生活 和历史的进步 这个时代 总有人的悲欢离合 要表达 有悲欢离合 那么就会有诗歌创作 正是在战国 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在南方 长江流域的诗歌创作 忽然兴盛起来了 其实这种苗头 在春秋末期孔子时代 他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当时有一年 孔子南游到了楚国 楚国当地就有一位隐者 称为楚狂皆宇 这是一位有识之士 他平时隐居不做官 可是听说孔子来了 他要见一见 他特意来见孔子 可是这个人呢 他有个性 他见面之后 也不自我介绍 他开口就唱 他唱了这么一首歌 凤隙凤隙 何德之衰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这首歌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 凤凰啊凤凰啊 你的德性是何其衰败 前人就指出了 这里的凤凰 其实暗示的是周王朝 凤凰是一种神鸟 并且他是周国 兴盛时候奉明其山 他的祥瑞啊 所以当他说凤凰的德衰了 那就是指周王朝的德衰了 这话是给孔子听的呀 孔子一声强调 恢复周理 他非常向往周朝 他特别景仰文王周公 所以他在竭力地挽救这个世道 可是这个时候 楚皇监狱专门戳他的心窝子 说你看 周国的德已经非常衰败 没有前途了 他的重点在后面两句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说过去的就过去了 过去的你没法再把他劝回来 你没法把他追回来 那个意思是说 你要放过自己 你不要再致力于 挽救那个已经要逝去的王朝了 眼镜往前看 来者有可追 将来还可以努力一下 这些话 好像句句都在给孔子泼冷水 都在打击他的理想 那么其实呢 在这句话中 包含着这位隐者 对于孔子的理解 同情和关注 所以呢 孔子一听也听懂了 他赶紧从车上下来 他想跟他判谈一下 知道这是一位有识之士 很想好好谈一谈 可是这位隐士他有个性啊 他一看孔子下车来找他 他反而扭过头去 那个意思是说 我要说的话 全都在这首歌里了 你自己看着办 你自己好好地体会 好好悟吧 这首歌就生动地记录了 积极入室的孔子 与逍遥隐居的隐者 他们之间一瞬间的萍水相逢 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但是这一瞬间 却意味深长 韵味深厚 孔子在楚国的时候 还听过其他的歌曲 比如有名的《苍浪歌》 苍浪之水清夕 可以着我应 苍浪之水浊夕 可以着我足 唱的也是隐士的情怀 讲的是隐士 他审时夺势 随遇而安的那样一种态度 像这些歌曲 都是以楚地的民歌形式 注入了有识之士的思想 他已经预示了 在这块土地上 诗歌将要繁荣发展起来 果然到了战国 在这个地方就诞生了 属于自己的大诗人屈原 屈原接受了 诗书礼乐的中原文化熏陶 又总结集成了 楚地的传统文化 他结合楚国的方言声韵 创造了那么一种 后世称为楚词的心体诗歌 屈原的很多作品 比如著名的《九歌》 它是在加工楚地民歌 尤其是楚地的祭祀 礼神歌曲的基础上 创作出来的 里面充满了对于 楚地特有的山川风物 民风民情的描写和记载 同时也洋溢着 楚人特有的浪漫想象 和奔放激情 它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认为 它也填补了诗经当中 北方民歌多 南方民歌偏少的 这样一点空白 同时屈原的作品当中 还有另一类 黎骚 天问 它又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它里面充满了屈原本人 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 和对于宇宙 人生 历史的思考 同时也不乏对于时代苦难 和个人遭遇的哀叹 用司马迁的话讲 屈原的诗歌创作 就继承了诗经中的 国风和小雅的品味 司马迁讲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匪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奸之矣 他说离骚又像国风 又像小雅 所以屈原这样的一些创作 他是接受过诗书熏陶的知识人 经受了命运的颠簸 散落到民间 感受到时代的风雨洗礼 从而抒发出的一种新的感情 他跟诗经时代的那些王侯公卿们 在政治外交场合中喝着酒 指点江山 听着的那种礼仪音乐 又是有所不同的 屈原包括屈原的后继者 传说中他的学生宋玉 这些人他们的很多创作里面 就开启了一些后世的文人作品中 经常表达的那样一些主题 比如说悠缠未及 比如说怀才不遇 比如说时间易事 这样的一些内容 同时呢 其中关心民生振作有为的一些思想 又和诗经的教导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大家就会发现 尽管诗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新的诗歌还在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来 随着历史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迁 诗歌从形式到内容 还在不断的丰富更新 中国的诗歌以诗经为源头 很快又汇入了楚慈 两者合流之后 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传统的主脉 后人称之为诗骚传统 在未来的岁月中 它还将继续的发扬光大 在楚慈之外的战国诗歌 那么就显得零星了 它就不能像诗经这样 能够完整的系统的反映 上下几百年一个王朝的兴衰起伏 那么它都是一些零星的创作 即便如此 它毕竟是人们的命运 在和历史潮流碰撞中 发出来的真实的喜怒哀乐 它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比如说其中有一些优秀的作品 像荆轲的《易水歌》 《风啸啸喜易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 尽管只有两句话 但是它也依然反映着历史之流的起伏跌宕 并且千百年之后 我们还在为这首 用生命谱写出的悲歌而感动 后世的中国诗歌 还将随着历史的潮流 继续发展 继续丰富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保留民族成长的印记 我们的《诗说先勤》节目 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在讲述的过程中 难免也会有疏漏 或者不准确的地方 欢迎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